奥托的妈妈必须远离她 出海去寻找食物 单独留下幼小的奥托 《海狮历险记》 讲述濒临绝种的澳洲海狮 精彩故事 小海狮奥托在母亲和伙伴的协助下 学习驾育环境 成长过程中 遇上了大白鲨 做头巾 墨鱼 带领观众一起踏上 充满奇幻的《历险记》 这部片子 其实很特别 是因为在叙述着一个 这个奥托这只小海狮 那平常是父母亲的客户 所以在一个很优渥的环境 但是父母亲觉得 她的成长过程中 应该让她去体验不同的生命 所以就把她放出去 然后在一个大海中悠游自在 但是发现原来大海不是悠游自在而已 有非常多的惊悚的这些奇幻的经历 包含可能会遇到会吃她的这些 这个大白鲨或其他很大的 这个形体的海洋生物 但是这一只小海狮虽然小 但是她为了她的希望跟她的目标 所以在这种精闲的这种经历里面 她都还是有办法运用智慧 然后脱颖而出 最后都能够达到她要的目标 跟这个历程 所以其实这个片子其实有很大的教育意涵 手印会邀请了建德国小学生一起欣赏 获得正面回应 更被师生一致好评 海科馆一直是这个基隆市的小朋友 在学校之外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学习场域 那今天我们供逢其盛来参加这个 海诗历险记的一个手印典礼 那其实所谓的户外教育呢 还是要跟教育有所结合 今天这个影片呢我们不但了解海诗 它所处的一个生态环境 也深刻的体会到一个背后 很励志的一个寓意 我想这个就是非常非常 有这个非常棒的一个教育活动 那也谢谢海科馆提供这样子一个教育平台 那现在呢其实在设施改善了之后呢 其实越来越适合很多的学校 家庭甚至是很多的团体 一起来这边感受一下 我们海洋的相关的生态跟科技 有我们很多的教育的方面 都可以从这样子的海科馆的设备提升上 更深入的推广 那也非常感谢就是我们的馆长呢 他很积极的在做这样的事情 那我们基隆市议会呢 其实像议长也很关心教育的议题 所以我们都会一起来努力支持推动 这样子的场馆的相关的设备的提升 海事历险记获得多项大奖 包括野生动物保育电影节 作家生态系列影片奖 路德丹野生动物电影节 官方优选奖 是一副值得观赏影片 我们在博物馆里面也推动了非常多的 多元的可以参与的课程 包含种珊瑚 包含美人鱼表演 其实都在倡议着怎么去爱护海洋 所以其实很多元的这种活动 如果来参与的话 你会发现我们真的是生命很可贵 但是我们其实是很小的一环 每一个人都应该为这个大环境 能够付出一份心力 迎接漫长暑假 海科馆也推出多样精彩又丰富的展览 暑假期间海科馆天天开馆 假日延长服务时间到傍晚六点 记者黄少铭金融报导